聚六岁童看《玩命关头6》 艳票源遭四男狠殴 剧情惊险刺激的雕塑动作片《玩命关头6》 上周才上映就夺下威秀影城票房榜冠军 没想到竟发生有人移应带小孩要看这部片 被电影院员工挡下 竟撂人到电影院上演全武行 该片应列为辅导集 未满12岁的儿童不得观赏 但花莲一名年轻爸爸 前晚带着六岁儿子 与十多名好友买了电影票 检票时公读生依规定拒绝男同入场 男子竟向员工料话 你给我等着 一行人便退票离去 十多分钟后 就有四名男子冲入电影院 持安全帽围有两名员工 其中一名员工被打得满脸鲜血 就一缝了二十多针 另一名员工伤事较轻微 小孩子就12岁以下 不让他们进去 他爸爸就是很生气 然后他们争扎好几分钟的时候 然后那个 他爸爸就叫他们在这边等着 电影院强调 两名工读生善意提醒 却遭施暴 以报案提告 警方则表示 已调阅监视器 追查打人嫌犯 动新闻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